国内贸易及消费部宣布 10月2号让95汽油和柴油调账20仙 贸销部指出政府还是得补贴210亿令吉 实施各种减轻负担措施 包括提高一码援助金 马兴两地关卡也调账费用 针对双重账价 Rofor议员有何看法 2014年财政预算案底下 政府给予汽油的钦贴 汽油柴油加上天然气 所有的钦贴总数的拨款是高达223亿 所以今天当国阵政府在削减了汽油钦贴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汽油钦贴的总钦贴 已经是下降到210亿的时候 我们讲说其中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到了一个高达一个13亿 那么2014年你说是人家的这个13亿 到底划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也需要去明确交代的 在这个时候讲油价上涨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油价 全世界油价在下跌 中国在上个星期 也把他们国内的油费调低 可是马来西亚在这个时候却上涨 我觉得是对于人民来讲是不合理的啦 事实上我们也认为说 原作军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方面的方式不大 其实我们的提法是要增加人民的可分配收入 但是国阵是用走接近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的想法是必须要在整体上 减轻人民的这个生活败销 生活成本 就是从关键 从根源来解决问题 首相署部长兼马华亚裔弹国会议员魏佳祥回应 政府调账RUN95汽油和柴油价格是非常无奈的决定 政府在提供今天面对巨大的压力 他和中国商联会副会长有讨论油价上涨的课题 来自中国的外宾坦言 中国油价比大马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